今日,2018亚加大亚运会平堂球项目也接近尾声,首先恭喜国拼男团展护冠军,可以说这是刘国正做主教练以来首次带领国拼年轻一代参加的大型综合比赛。 而且完美收官,此前,在比赛开赛前因为日拼,并没有排出主力,所以也并未放出什么豪言状语,让人一挖的是作为韩国教练金泽珠,则在赛前放出口风表示,球队已经不恐中了,目标就是击败国拼男冠军,并且早在之前的韩国公开赛以及澳大利亚公开赛中韩拼,也有击败国拼并且小将实现三冠王的目标。 所以认为本次要运会非常的有信心,然而梦想是要有的,现实也同样残酷。 国拼在本次比赛中表现,可谓是相当殊塞,甚至堪称收割机的存在,一路杀过来。 基本都是与三比零的道比分领先完整对手,虽然小将王楚清在半决赛中丢掉一局,但及时调整过后,在男团的决赛运毫不手软,免得寒平的甘雨珍虽然第一局进入状态比较慢,但在后续比赛中并不气馁。 要住比分后竟然逆转,一时三比十一来拿下第一局,但虽然甘雨珍后来追回一局,但后续连续丢掉两局输掉比赛。 自此,韩国丢掉本次亚运会男团冠军,再后刘国正也表示,在遇到金泽珠时非常激动,而且早就准备好和韩平打五场的准备,但没想到被国拼小将三比零结束比赛。 而更为值得庆祝的是本次亚运会的混双项目中国拼音的两属小将组,和王楚清、孙颖沙以及林高远,王满日会师决赛提前包烂挂呀。 至此,作为国拼主要竞争对手的日拼和韩平,都已经彻底无缘冠军,可以说国拼小将们的手决完美落幕。 对于广大球迷来说,接下来只需要好好欣赏比赛开拿足小将能拿冠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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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